我喜歡煮食,有兩個女兒,希望可以煮多些健康的食物給她們 不過現在都不是經常用廚房,通常都是假日才用 沒什麼心機用,因為每次用的時候都要收拾所有食物才可以煮到食物 因為廚房其實都放了很多雜物,爐頭、焗爐裡面也有很多雜物 很多時候就是說這裡放些,那裡放些 基本上可能有些櫃筒或者櫃門,根本上是生不來的 久而久之,到你把食物都拿出來,那些食物都會生不來 廚房的桌面不夠大,所以每次用完的磅磅都要收起來 才可以做另一件事,所以我也覺得很煩 同一類的東西放在不同的地方 我有時要找幾個地方才找到那樣東西 又忘記了那樣東西放在哪裡,要用的時候又要買多一件 於是廚房又會更加多東西,令我不太想煮食 其實香港大家普遍住的房子都是四五百多呎左右 其實廚房可能只有三十至五十呎左右 怎樣可以把那麼多東西放進去呢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Ivan當初來找我的時候,其實他面對最大的困難 就是廚房收納空間不足,導致廚房很亂 所以我要做的就是將他有限的空間發揮最大的價值 在他新廚房門口的位置,我就做了一組高新的儲物櫃 就由四至五個櫃筒組成 就令到他的收納空間多了之餘 亦都可以組織得很好 廚房其他的地方,我都盡量採用櫃筒的設計 某部分的櫃筒我就用了這個電筒裝置 我猜不到廚房那麼多東西要選擇 門又有分怎樣揭開,然後櫃筒又有幾種 在以前的廚房就是看到有時候拿著一些東西 再拉開櫃筒或者拉開門就不方便 電動櫃筒就可以拿東西方便些 就算是受敷了,我們都可以用腳開櫃筒 就會方便很多 整個廚房就利用了這個U型設計 收納空間多了,台面空間亦都多了 現在雷雷幫忙煮食都方便很多 因為台面大了 變成他們擔張椅子 就已經可以幫到手做食物 吊櫃的部分我就用了上揭式隱瞞 就取代傳統的左右式隱瞞 好處就是令到它沒有那麼容易撞到自己的頭 其實對於新廚房很滿意 因為真的有多了收納空間 我猜不到東西可以收到櫃筒裡 變成台面多了很多地方 尤其是現在多了一個嬰兒 放了嬰兒的東西都不會覺得很擠迫 變成很整齊 那就開始想買東西了 到時候 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